人类真的有能力毁灭地球吗?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挫败 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里 我们是宇宙的主宰 是能够轻易按下毁灭按钮的超级物种 我们拥有毁天灭地的核武器 掌握着足以重塑星球的尖端科技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 人类的实力已经膨胀到了足以威胁地球存亡的地步 甚至在各种环保宣传中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如果人类再不收敛 地球迟早会被我们亲手毁灭 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具有震撼力 也极大的满足了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虚荣心 仿佛我们已经强大到可以和这颗孕育了 我们46亿年的星球平起平坐了 但今天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普创作者 我要在这里泼一盆冷水 告诉大家一个残酷且真实的物理学真相 别那么骄傲了 以人类目前的实力 即使我们倾尽全球之力 即使我们把所有的疯狂和恶意都宣泄出来 我们也根本无法撼动地球分毫 如果你觉得我在夸大其词 或者觉得这只是某种文字游戏 那么请你务必耐心地看完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抛弃所有的感性异端 用最硬核的物理公式 最权威的科学数据 以及最严密的逻辑推演 来彻底扒下人类地球毁灭者这件华丽的外衣 要谈论毁灭地球 我们首先想到的 当然是人类文明目前掌握的最强暴力手段 核武器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几万枚核弹同时引爆 足以把地球炸成碎片 那么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 如果全人类突然集体发疯 决定动用所有的核武器来摧毁地球 结果会怎样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人类到底有多少家底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和美国军备控制协会发布的 2025年最新统计数据 全球9个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核弹头总数 大约为12400枚 分别是俄罗斯、美国、中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朝鲜 其中超过9600枚处于现役军事储备状态 而这12400枚中 俄罗斯有5459枚 美国有5177枚 两国加起来就占了全球近90%的核武库 中国约有600枚 是全球唯一拥有清淡的国家 再说回来这12400枚核弹头 如果全部引爆 总能量是多少呢 我们按照目前主流核弹头的平均当量 约50万吨TNT来计算 全球核武库的总威力大约相当于62亿吨TNT当量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甚至可以再大胆一点 假设人类在未来几年疯狂扩军 或者把一些退役的老旧大威力核弹也算上 把这个数字翻倍 设定为150亿吨TNT当量 150亿吨TNT 这个数字在人类的战争史上 确实是天文数字 它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0万倍 如果这些核弹在各大城市上空引爆 人类文明确实会瞬间崩塌 我们可能会重新回到石器时代 但是请注意 这个但是对于地球这个直径 12742公里的巨大岩石行星来说 这150亿吨TNT的能量 简直就像是在大象身上钉了一口的蚊子 甚至连蚊子钉都算不上 为了让大家对能量等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不需要去推测未来 只需要翻开地球的历史书 大约6600万年前 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 以每秒20公里的超高速 撞击了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这次撞击直接导致了 包括恐龙在内的地球上 75%的物种灭绝 这就是著名的西克苏鲁伯撞击事件 根据自然通讯 在2025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模型 这次撞击释放的能量 大约相当于3.4乘时的23次方胶耳 换算成TNT当量大约是81万亿吨 请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数字 人类倾尽全力的核武库是150亿吨 而这颗小行星是81万亿吨 这意味着恐龙杀手的威力 比人类所有核武器加起来还要强大5400倍以上 那么这次足以灭绝全球霸主的撞击 对地球本身造成了什么实质性的破坏吗 答案是几乎没有 它在地壳表面留下了一个直径约180公里 深度约20公里的坑 对于人类来说 这确实是个巨坑 但对于地球来说 这仅仅相当于你在一个篮球表面 用针尖轻轻划了一下 地球的质量没有变 地球的自转没有停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 甚至连一毫米的偏移都没有 如果连一个比人类最强武力 还要强出几千倍的宇宙撞击 都只能给地球挠挠痒 那么人类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毁灭地球呢 这时候可能有大聪明会提出一个更绝的方案 我们不炸地表 我们把核弹埋进地心 就像在岩石里埋炸药开山一样 从内部把地球炸开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它在物理学面前依然显得幼稚 因为要真正毁灭地球 也就是让地球彻底解体 让它的所有物质都飞散到宇宙中 永不聚合 你必须克服一个终极的物理学壁垒 那就是引力结合能 简单来说 地球之所以能聚集成一个球体 是因为它自身的引力 把所有的岩石、金属和水紧紧地抓在一起 如果你想把这些物质分开 你输入的能量就必须大于这股引力的束缚 根据物理学公式和最新的初步参考地球模型 地球的引力结合能 优的数值大约是2.24乘10的32次方交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震撼的对比 人类所有核弹的总能量 约6.27乘10的19次方交耳 恐龙杀手小行星的能量 约3.4乘10的23次方交耳 而毁灭地球所需的最低能量 是2.24乘10的32次方交耳 大家数一下 这中间差了多少个零 这已经不是努力就能弥补的差距了 这是跨越维度的鸿沟 毁灭地球所需的能量 比人类核武库的总能量 大了足足12个数量级 也就是说 人类需要把现有的核武器威力 再放大1万亿倍 才刚刚够到撕裂地球的门槛 这就好比你试图用一粒灰尘的撞击力 去撞翻一辆重型坦克 无论你这粒灰尘飞得有多快 无论你多么努力 物理定律已经锁死了你的上限 在地球的引力结合能面前 人类所有的暴力手段都显得那么滑稽和无力 既然核武器这种原始的手段不行 那我们能不能动用传说中的上帝粒子 反物质 在科幻小说里 反物质是终极的毁灭能源 它与正常物质相遇时 会发生100%的智能转换 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E等于MC方 我们可以算出一笔账 要产生足以抵消地球引力 结合能的能量 我们需要大约1.38万亿吨的反物质 这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多 毕竟地球总重有60万亿亿吨呢 但别高兴太早 我们来看看人类的生产能力 反物质是宇宙中最难制造 也最难保存的东西 目前人类最先进的反物质工厂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Alpha实验组 在2025年刚刚取得了一项史诗级的突破 它们成功在7小时内 积累了15000个反氢原子 15000个原子是多少 它连一克物质的亿万分之一都不到 事实上 人类历史上制造出的所有反物质加在一起 释放的能量甚至不足以烧开一壶洗澡水 更绝望的是成本 制造一克反物质的成本 在2025年的估算中 依然高达62.5万亿美元 而我们要毁灭地球 需要的是1.38万亿吨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 全人类文明财富的总和 甚至超出了我们对金钱的定义 所以 反物质毁灭地球 在理论上确实可行 但在现实中 它比你买彩票连续中1万次投奖 还要不切实际 有些脑洞大开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们不炸它 我们推它 我们给地球装上巨大的发动机 把它推向太阳 或者推向木星 让它们相撞 这听起来很像流浪地球的反向操作 但你要知道 改变一个质量高达6成10的 24次方千克的庞然大物的轨道 所需的能量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 人类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 在地球面前 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 我们要想让地球偏离轨道 撞向太阳 所需的能量等级 依然在10的32次方胶尔以上 还有人提议 我们制造一个微型黑洞 让它把地球吞掉 这在理论上确实能毁灭地球 但要制造一个能稳定存在的黑洞 你需要把地球的全部质量压缩到一个直径只有17.6毫米的球体内 这种极端的物理环境 人类目前的实验室连一分之一的压力都模拟不出来 聊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对于地球 这颗已经在宇宙中孤独旋转了46亿年 经历过无数次宇宙及灾难的岩石行星来说 人类文明的出现 不过是它漫长生命中一个极其短暂 甚至有些喧闹的瞬间 我们所谓的强大 在宇宙的物理常数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我们所谓的毁灭能力 在地球的引力结合能面前 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烟花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人类其实挺渺小的 如果你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敬畏 请在评论区留下敬畏两个字 那么既然人类根本无法毁灭地球 我们为什么还要天天喊着保护地球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逻辑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用错了一个词 我们保护的从来不是地球这颗星球 地球不需要人类保护 它有的是时间 就算人类明天就消失了 地球依然会照样转动 它会花上几百万年修复地表 然后孕育出全新的物种 开启下一个纪元 我们常说的保护地球 本质上是在保护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 是在保护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度 大气和水源 说得更直白一点 我们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地球可以没有人类 但人类绝对不能没有地球 我们所谓的毁灭地球 其实只是在毁灭人类的生存入场券 当我们意识到 即使我们倾尽全力 也无法伤害这颗星球分毫时 我们反而应该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 因为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 地球并不会因此死去 它只会像陡落身上的狮子一样 轻轻地把我们这个物种 从它的表面抹去 别那么骄傲了 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并不是一种软弱 而是一种真正的觉醒 只有当我们放下那种主宰地球的傲慢 真正学会与这颗伟大的星球共存 人类文明才有可能在 漫长的宇宙岁月中 多存在那么一小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硬核科普 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启发 请务必订阅 按赞 热推哦 我们下期再见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 优质长影片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 有朋友就问了 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 实不相瞒 我一直呢 有在用一款叫 黑莫雷亚有声书APP 带个耳机 就可以在通勤 走路 运动时候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 有了灵感 设计主题 然后再搜集 整理 创作 最后展现给大家 对我及频道帮助非常大 另外 个人感觉还有个特别的妙处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 简直是助眠神器 当然 这么好的APP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黑莫雷亚这个有声书APP 它的优势就是华语内容很丰富 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制作精良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质量十分高 刚好最近呢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 怎么操作呢 现在 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 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